主料,南瓜起百五十克,排骨五百克,主料,酱油一勺,生粉一勺,蚝油一勺,砂糖一勺,芝麻油一勺,豆豉二勺,蒜一颗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把所有材料准备好,南瓜洗净切成小块,排骨洗净成小块,酸去皮切成绒,豆豉用水冲洗一下切碎, 排骨一勺水分放入碗中,加入酱油,生粉,芝麻油拌匀,腌制十分钟,锅洗净,下油,油烧至六成热时,放入切碎的散油,中火爆香,放入豆豉碎,中火爆香,放入排骨,炒到排骨整侧后盖上锅盖,大火焖烧两分钟左右,倒入兰花,快手不断的翻炒,加入一勺的砂糖,翻炒均匀, 加入桃油,倒入小许精水,盖上锅盖,中火烧至收汁,装碟,即可开吃 说说豆豉的制作,豆豉是用黄豆或黑豆精洗滴,镜子,蒸煮后冷却,加入趋菌 发酵后再吃钢,盐子,最后取出灵洗,扇甘之成,在制作的过程中,加入对人体有益无害的趋菌 其他致病菌,包括黄氏霉菌就无法生长了,所以不用担心,因为豆豉发酵,而引起黄氏霉菌的生成 请吃吧,南瓜的营养价值,也非常非常高窝,它除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,维生素C,还含有极丰富的氨基酸,胡萝卜素 雷生素B足,可以增强宝法免疫力,烹饪技巧 一,材料的酱油,蚝油也有味道,口味重的筋,请尝味后再适当加入少许盐 二,南瓜可去批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7N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